好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石头画 然后用这种彩笔啊 用这种彩笔来直接画一个风景 那首先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笔 我先选出一只白色 画个日本的富士雪山 那我们可以先用铅笔画一个外形 如果说我们不用铅笔画外形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笔直接来 画也没问题 三的形状的话是一种尖形下来的 我先画的一个大个形轮廓出来 我们这个直接上颜色哈 直接上颜色 因为是雪山上面是雪山的感觉 那么顶上的话呢 我们就画白一点点 慢慢的来画 还不着急 慢慢的来画 还不着急 顶上给多画几层 画厚一点点 下面的话就慢慢的开始变浅了 就是少画 不用画那么厚 那再往下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给换笔啊 画上别的颜色 我们后面给换个天空 蓝天 我们把石头画个蓝色 画工整 我们为什么先画这个白色呢 因为白色属于浅颜色 然后面积画大一点 如果说画过了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深色和盖得住它 所以我们是先画浅颜色哈 好 我们把这个石头里面的 小细节的画好 趁它没干的时候 它我们把这个白色再画上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蓝色和白色就给 两个颜色都没干 它可相互融合再继续形成一种渐变的一种颜色 这很特殊的颜色就出来了 一种渐变的感觉 好 那这个雪山的话呢 我们画上去的时候 它就可以开始有层次感 我就说鑫这个事吧 再给我们处理一下 要留一种颜色的话 就让我们看到的 涮着变是很不错的 唷 这也不错的 而这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画一些小树 小树的话 我们先用一个深色的来画黑色 画完黑色之后的话 我们再上面画一层绿色 因为树的颜色是绿色的嘛 所以我们再画一层 一层一层的来的 先用先把颜色先降下去 高高低低啊 高高低低 数字数高高低低的 我底下画到底下画远一点点 画下去一点点 感谢观看 我们通过几层次的话呢 它就就几个层次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到里面画一些 小枝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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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顶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画一些云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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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么地方都要粘啊 一个区域里面粘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选择性的粘一点点 好 好 基本上画的这个程度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就画的 效果就挺ok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差不多了 好 当然我们后面给画些小刹那什么都可以 好 还可以画些小鸟的里面都没问题的哈 好 根据我们的一个喜好情况 我们就进行一个调整 好 今天我们画的风景就可以到此结束